汉语口语中经常使用的词 不和没都是否定的意思 比如不好,不是,没有,没事 它们是有区别的 在使用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搞不清 建议多做句子练习,熟悉语感 慢慢地会掌握诀窍 这张画不好看 你没有必要挂在墙上 这张画不好看 你没有必要挂在墙上 太晚了,我不出去了 太晚了,我不出去了 我还没有做作业呢 我还没有做作业呢 今天不下雨 今天不下雨 窗户没有关 窗户没有关 小张没能考上大学 小张没能考上大学 我没有收到邮件 我没有收到邮件 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 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 我不去逛街了 我要在家洗衣服 我不去逛街了 我要在家洗衣服 小孩子不要说谎 小孩子不要说谎 不吃药 病怎么能好呢 不吃药 病怎么能好呢 你要多运动 对身体好 你要多运动 你要多运动 对身体好 周日 在家看小说 不出门 周日 在家看小说 不出门 糟了 我还没洗衣服 糟了 我还没洗衣服 圣诞节的礼物 还没买呢 圣诞节的礼物 还没买呢 花园里的花 没浇水 花园里的花 没浇水 这个花 不用太勤浇水 这个花 不用太勤浇水 这件衣服不好看 你不要买了 这件衣服不好看 你不要买了 昨晚没上闹钟 今天迟到了 昨晚没上闹钟 今天迟到了 天气很晴朗 没有风 天气很晴朗 没有风 没赶上地铁 没赶上地铁 坐出租车了 没赶上地铁 坐出租车了 现在最好不要去旅游 现在最好不要去旅游 我长大了 我长大了 不玩羊娃娃了 我长大了 不玩羊娃娃了 我不太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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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不好接触吧 这个人不好接触吧 毕业后还没有找工作 毕业后还没有找工作 今天你不去上学呀 今天你不去上学呀 学校还没放假呢 学校还没放假呢 你怎么不来看我 你怎么不来看我 你不用说 我也知道 你不用说 我也知道 这个话筒 怎么没声音呀 这个话筒 怎么没声音呀 没办法 这是坏的 没办法 这是坏的 我没带钱 你可以借我吗 我没带钱 你可以借我吗 不小心 摔了个跟斗 不小心 摔了个跟斗 那个地方不要去了 那个地方不要去了 没有人告诉你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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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我不会 这道题我不会 老师没教给你吗 老师没教给你吗 我不想去小玩的生日聚会了 我不想去小玩的生日聚会了 今天没在外面吃饭 今天没在外面吃饭 工作还没有做完 不能回家 工作还没有做完 不能回家 不能回家吃晚饭了 不能回家吃晚饭了 还没有给我妻子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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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不知道你加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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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说 我还没有说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不用加班了 你回去吧 不用加班了 工作没做完 没关系吗 工作没做完 没关系吗 天气预报 说没有雨 天气预报 说没有雨 突然下雨了 没带伞 突然下雨了 没带伞 跟我学写一个汉字 水 向流动的吸水